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44分 小跌2点 好强的台股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 跌的都还不少喔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跌0.7% 南韩跌0.1% 南韩尾盘拉起来了 可是日本一样跌了快200点 香港跌了300点 大陆股市 现在跌幅有点在缩小 澳盘的时候 上阵跟深圳都跌蛮多的 深圳跌到2%多 尾盘开始做一些缓和拉上来 台北股市今天这么强 其实卖压很重 尤其生技股卖压更重 很多跌停板 生技指数大跌了4% 电子股卫很多也跌2%3% 靠谁 护国神山台积电 一家台积电 占了指数七十几点 占了指数77.5点 大力光也不错 上礼拜五大力光快跌停 今天就稳下来了 今天大力光涨了六十块钱 也占了指数 占了2.6点 所以光是双亡 大力光跟台积电 基础去卖10点 指数涨了八十点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这两支股票 那卖压会更重 因为台积电的效应 会让电子股卖压更强烈 所以台积电好样的 台积电好样的 你看台积电也是4月17 ABC调整 是不是6月的结构 4月17 ABC调整 进入6月就开始涨了 从6月1号涨到现在 但有买很高兴 没有买也无所谓啦 因为台积电从6月1号290 涨到今天364 这25% 看起来是很可观啦 25%而已 我们随便一支股票 都30%以上 但还是要恭喜台积电 业绩那么好 股价一直在创新高 有台积电在台北股市真好 台北股市真好 今天完全靠台积电跟 大力光两家公司在撑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原本开盘大涨 起560几点 因为美国昨天 食物药品管理局FDA 发了两张给两大药厂 一个是辉瑞 另外一个是莫德纳 让这两家已经研发出 疫苗的厂商能够快速通关 什么意思 因为任何一个药品或者疫苗 你要上市之前 要经过层层的把关检验 所以那要消耗很长的时间啊 那川普为了要快速让疫情能够控制住 让他的选情有帮助 所以核发了两张快速通关 让他能够很快速的 如果资料没问题 测试没问题 能够快速的上市 所以昨天辉瑞大涨4% 莫德纳大涨14% 这两家最多 那也让美国股市开盘大涨 欧洲股市开盘大涨 欧洲昨天涨了1.3%到1.7% 道琼原本涨560几点 可是尾盘仗一路刹下来 收盘又回到平盘 很可惜啊 纳斯达克昨天跌更惨 创了历史新高之后 一路刹下来变成跌了2.1% 非常棒的问题 昨天创了历史高点之后 一样开高走低 涨多了也没办法 你知道昨天美国股市跌 当然就无庸置疑啦 一定是在什么 一定是在科技股 你看脸书 Google 包含微软 Intel AMD 特斯拉 美光 昨天都跌2%到4% 所以科技股涨高修正 这也尽上的啦 这也正常的 比较可惜的是道琼 缺口 还是没有补掉 就差那么一点点 竟然没有补还无功而返 可是你放心啦 川普的选举 时间越逼近 他会越用力 他会越用心 所以美国股市 川普的选举行情 你千万不要错过 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 就靠双王在撑盘 反而 生技股的部分 一大堆跌停板 生技股的部分 今天是一大堆跌停板 我给大家看 你看 光是生技指数跌了4点多%了 对不对 跌停板的加速一定很多嘛 这里面很多都是跌停板 爱普之记忆体的 长太高了啦 贪不太多钱 去到500多块 太厉害了 嘎空也嘎得太过头了 你看像 勇兮 欲伟 渐亚 中天 天良 幸辉 这都是生技股啊 雅师康 美德一 美五法 顺耀 太景 亚诺法 和氏 全部都是生技股 一片跌停板 所以上礼拜 我特别跟大家谈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你记得了 我相信对你一辈子的投资 都会有很正面的观念改变跟帮助 报纸包砖头 不要把它当黄金啊 砖头就是砖头 你怎么样炒作 到最后它还是会回到砖头的价格 很多投机股最近涨得很凶 可是你没有本质的 怎么去就怎么落 我是不会去碰那些东西啦 你们知道 我只买基本面好的 尤其股价在低的 风险小 利润大 有钱人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说一档行情你赚到 赚一倍两倍 你就变成富豪之家 不是那样一回事 而是要对的事情 常常久久一直累积下去 自己像滚雪球一样 会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所以对的事情 持之以恒一直做下去 才是在股票市场上面 安身立命 路走远的方法 所以你能坚持 我只买底部基欧股 冬机的 夹着买的 我一次不碰 我一次不碰 你认同我这个观念 我们当时来做 我来找底部基欧股 一支一支给你坚 台北股市的部分 只要不出现败笔 整个多头结构 到十月份 美国选举前 都还会继续涨 可是你不要一直去对观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每个月都有每个月主流 你就设定每个月30% 30% 30% 对现在开始 7个 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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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就 1.2倍了 是不是 我们有很好的机会 每个月特色都不一样 每个月选股方式都不同 4个分 你就找这种 4个17ABC调整过 中国票很多啊 我讲的也都大涨了 预期 我在六月份讲的 你们都看到了啊 42% 环球晶 我死的死没了 也是4月17ABC调整过 你六月份 你照这样下去做 每个都30%以上 预精光也是这样的结构 现在器官你再没了 连台积电 都是4月17ABC调整的 我们六月份 锁定的股票 都是这样的结构 大家都30% 30%贪掉 那七月份就不一样啊 七月份又是全新的开始 我跟大家讲 七月份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相形整理两个月以上 三个月的 六月一收创新高的 你找这种又是一个全新的底部开始 随时股票市场就像 在跑马拉松一样 就像在跑借力赛一样 一棒借一棒一直走下去 每个月有每个月新的主流 所以你知道有计划去执行 每个月30% 30% 30% 你都赚得到 你看七月份 原相 整理三个月的 像我讲的 整理三个月 进入七月份 就喷出去啦 我174块没的 百倍又加嘛 涨到242 我里面是买掉 我在买的时候没有人买 因为我在买的时候还没有量嘛 没人买 冲到230 冲到240 哇市场大家都在买了 大家都在谈原相啊 我上礼拜230-240没掉 今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越多人讲 他负担越重 越不会去 但原相我还是要讲 会再去喔 昨天外资也在大卖原相 昨天外资也大卖原相 卖得好啊 打下去我们会面再买 原相每年六月份到 七月到十月份 都是营运旺季 你看去年这段期间 去年就在这段期间 原相对 八一块 从一百涨到两百 整整涨了一倍 今年才刚开始而已 今年获利也会再创高 今天一块大概十块钱喔 都要那几块可以再买 可以钱都可以出啦 不要一位只是看报纸在买股票 一直在追高 那五号 你看我在买的时候 174 180 没人讲啊 最根据两支前半以后 大家都在讲啊 太慢了 你看六四一一 今夜也是啊 三个月大相行 我等一下讲 好不好 我在8283848586 我等一下要买的 一圈出去总共一百块啊 那今天押回来 押回来好啊 押回来可以再加码 三个月相行才刚结束而已 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才刚要进入旺季而已 那不就要买这种股票嘛 对不对 押回来 我今天也是设定押回来要加码的 明天大概又可以买了 你看六二三九历程买西压 三个月相行整理 是不是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说每个月都有新的主流 你一个月一个月切割 历程 我一百亿四卖掉 我会再买 下来我会再买 今天我帽就好强啊 我帽我也讲好久了 我两百四开始买的 参加厨全 七块钱也贪掉 上礼拜五 三百亿还在买 今天三百二 拜五三亿 买 今天三百二十亿 是不是两天 又赚了十块钱了 这没法快结束了 这没有那么快结束 我给大家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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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贸 每年都从六月营收开始跳 到十月份 去年从六月开始 一百五十一 涨到十月三百四十三 三百四十三 文贸今年业绩比去年好 今年起码 十七块起码 会起码多少 你有文贸的 想操作文贸的 你跟我一起做 三三二四双红 今天也很强 我的股票很强 今天又来一九一 我上礼拜五在除息前 一七八 又加吗 我买一七八点五 最低一七八点零 一七八点五 絕对买得到 几乎买得到 昨天大涨 今天又继续涨 又赚了五块钱的全值 你看今天一九一 我买一七八 是不是十三块 十三块又加五块的全值 就是十八块两天 十八块 双红也是 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三个月相行才刚结束而已 所以这又冲出去 七个你要贪大钱 你要贪三十八 你要挑这种 你要挑这种 台积电一直涨 台积电后段的封册 日月光 三个月相行 都冲出去而已 日月光 每年也都是从六月 营收开始升温 尤其七八九 这三个月相行 去年在这段期间 也是大涨一波 今年也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你每个月每个月切割 每个月每个月设定30%的目标 每个月买底部的起涨股 你都有机会能够达正 不要去想基数多多 三千七八点又如何 四千点又如何 涨幅才四四%而已 在国际之间还是算低标的 还是算低标的 所以你用心下去做 如果大盘有出现结构性的改变 我会告诉你 我现在全力在布局这档个股 又是押回整理三个月 即将进入营运旺季 去年这段期间 大涨了70% 今年获利会倍增 今年后面去70% 我们等着看 那用看的是最笨的嘛 跟着一起做就对啦 对我到底做得对啊 在低档我们赶快买 等到行情加速的时候 别人帮我们抬轿 这样才是股票投资 最开心的方法 不然永远都是在帮别人抬轿 多无趣啊对不对 台股特快车 七月份全新的骑涨股 我们再来拚30%的目标 来达成30%的目标 川普选上选不上他家的事 可是川普的选举行情 我们跟上了 我们赚得开怀 我们赚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礼拜我有两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台中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更重要 川普的选举大军 川普的选举大军 川普不会认输的啦 虽然他目前民调是苏人家 可是越接近选举 他动作会越多 川普会利用哪些公司的股价拉台 来造就美国股市下一波的攻击行情 我会从美国市场的结构 美国市场的重要标的 所以拉回来台湾相关性的助选部队 相关性的助选部队 所以是关系到未来三个月 美国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助攻重要角色 这段话很重要 礼拜天 礼拜六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演讲主题 川普的选举大军 台股的助选部队 我来告诉你 关系到未来三个月 你是不是能够搭上 川普的选举行情 尤其赚最多的股票 我们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的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